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皇马挂 不干了 钱债好还 秦债好还 若是无情了 拿什么还 本官对你的处罚 你服不服 不服 什么来历 你偷人 我偷谁了 唐靖芝 我俩打小青梅竹马 咱俩今儿在赫花园呢 一旦经我查到我该杀该挂 绝不手软 你抢辞多礼 我的就是他的 他的就是我的 让他走 滚 滚 官场的事情有规矩有章法 你这么做 只能把你我往死路上推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你就等着死吧你 他泼在我脸上 是灵愿的 现在婚礼太迟了 不迟 我们的感情还在 人生能得意积极 死无憾 抛弃 不可计 怪你 你是我的刘靖 这十二人 你都去哪儿了 为什么不回来 同样的东西 只能有一个 多了就没有价值 我和黄马华都认罪 我们愿意一起处死 大人 我求求你了大人 到一天我们 还有结为夫妻 不管是天上人间 还是地底下 我都要永远跟着你 你愧对的是那些 死去的灵魂 你愧对的是那些 挨恶受冻的 虾米族城 该死啊 皇上 你这么一走 连票进黄河 都说不清了 小婧 今天我就给你一个交代 你是想黄马卦想疯了 朕 赐你一件黄马卦 让你当一个名副其实的 县令黄马卦 我老公平时虽然稀里糊涂 但出于小唐的事情上就是决定聪明 我们的小唐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什么聪明 简直就是狠毒 这叫无毒不胀 是吗 咱们和人家过招的时候 如果不出险招的话 怎么能获胜呢 就怕小唐出绝命死招 险中求胜 险太爷 你怎么了 小二 过来过来帮忙一下 险太爷 你把唐爷给灌醉了 好酒量 好酒量啊 他房间在哪啊 就在楼上 小二 帮忙 慢点 不用你扶了 你去忙吧 把门关上 关门 小唐 你放手啊 你把我的手动得好痛 小唐 你这混蛋 你不是玩意儿啊 我看你喝醉了 我好心把你送回来 你怎么恩将仇报啊你 是吗 我指点你一条活路 你却故意让我出阳相了 要我请客 你却故意选何堂酒房 你什么意思 我是想知道 我是想知道 她是真 真的是你表妹 还是 跟你说过 像 但不是 你还怀疑我 是师父大人的女儿小月 昨天回来 她不放心 她要护护你的地 你抹护 老马卦 你这两下子 少在我面前耍 你说完了没有 你 你可以放手了吧 你和你老婆 还有你家丫头 都在怀疑我 好吧 我就告诉你 我真实的身份 我是江阳大盗 你不像啊 黄马卦 你大祸临头了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我我胳膊怎么了 回去找你老婆吧 她有办法治你 可 可我不能这样的街上走吧 你现在这样走很好看 你要不满意 要不要 我把那只也卸下来啊 行 行 我这样凑合行 快回去吧 时间长了 你这胳膊就回复不了了 好 我 先太爷 你好 你这手 你的手怎么了 先太爷 先太爷 没事没事 这都先太爷 怎么办 去办办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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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手 我这手暂时不听使唤 暂时的 我刚才看见黄宝罐受伤了 右手臂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卸下来 一甩一甩的笑死人了 肯定是姓唐的干的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刚才他们来这喝酒 唐先生喝多了 现在也送他回去 他们一起来的 我估计肯定是黄马卦 听到什么风言风谎 故意带姓唐的来的 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不过我们没上当 晚上就别营业了 反正你们要走了 咱们晚上好好吃一顿 我给你们见血 好啊 对了 你们退股的音票我忘了拿来 我回去拿一下啊 小青 今天晚上我要做几个好菜 扬州最后一晚 真值得好好庆祝一下 好 你忙着 我去看看有什么菜 小青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你怎么这么快 又要离开这里 小姐 小姐 干嘛呀 不好了 大方 怎么了 顾爷 他 你自己来看吧 你自己来看吧 老公 老公 你来看 不是把你手弄成这样的 还有谁啊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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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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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回来找你 说 说你会接啊 小胖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大方 扶着他 老公 我帮你接上 来 把手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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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活动一下 好 住 不 停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觉得这个黄马褂和姓唐子之间不但没有串通 他们还有矛盾呢 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 这个黄马褂它也够奇怪的 它什么意思啊 把姓唐子带到荷塘酒房去对质 这是给咱们掩力出苦肉计 哦 快走了 来 姑爷 起来 快 师父大人 师父大人 好 你们先坐 先坐 快走 快走 不要动 慢点啊 您坐 您坐 坐坐 请他们坐 坐坐 怎么搞成这样啊 惭愧 惭愧 一路上回来 惹人善笑 真是尴尬 官威荡然无存啊 反而不得无礼 你们待会儿再聊 我先替我老公把胳膊接上 实在抱歉 请 对不住啊 真是有爱观瞻 我请我老婆先处理一下 好 大方 按住 老公 你忍一下 把手给我 一 一 二 三 三 哎 哎 姑爷 怎么样 没事吧 姑爷 姑姑 活动一下 活动一下 行吗 老婆 你真是妙伤悔 真是妙伤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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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各位 你们先聊 大方 我们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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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去哪儿啊 哎 哎 快快快去帮我拦住他 好不好 哎 算了算了吧 这个唐靖之 他太可恶 你说 他将都县令的手臂都敢卸下来 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我去叫汪布头 哎 这个主意好 这这这不行啊 不行啊 知府大人 这这这样会闹出人命的 没事 我是叫他们去助阵 不是 这这 这是我老婆跟丫鬟啊 怎么叫他去报仇 那这传出去了 这这这很难听的 哎呀 这多好啊 前面是娇娇妹妹和大凤 这后面呢 是王补头和补快 你说这多好 这就叫做 这叫 私报公仇 哎呀 那就快去吧 哎哎 冯大人 这姓唐的小子太不是东西了 简直就是目无王法 我替现在也讨回面子 好 弟兄们 咱们走 走 走 黄马瓜和唐靖之不是一伙的 看来这没问题 那我可以列下他的罪名 一旦逮到 马上就审理 我就是这个意思 唐靖之呢 唐靖之呢 楼上右手第二件 哎哎哎哎 可是他们刚刚退房了 你给我走开 哎哎哎哎哎 你们你们 嗯 你想干什么 汪补头 知道那是谁吗 那是县太爷的夫人 县太爷夫人 怎么想你杀到谁 你说什么 唐靖之 小唐 唐靖之 你鬼鬼祟祟的 见不得人啊 就是 你们二位门也没敲 我有权不见 哼 我是来给我老公报仇的 对 看样子梁子结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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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啊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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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唐靖之 你跑不掉了 唐靖之 插尺难非束手救其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 忍灾 来 装傲吧 王葡萄 你别动 他非常狡猾 身手落后 不会束手救其 其中必然有诈 聪明 不愧是将军的女儿 有经验 有剑笔 小姐 动手 谢他一双手臂 给姑爷报仇 好 这 这 夫人 说什么事了 我 我 我怎么这了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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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法 行手 功夫到了一定程度就能这样 你没有见识 反而来污蔑我 可悲可耻 我就爱这么说 怎么了 哼 不跟你一般见识 洪娇娇 我马瓜一条手臂 换我两条手臂 合算了吧 不行 我要亲自动手 哼 你没这个能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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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唐靖芝呢 人呢 唐靖芝呢 人呢 这 在 在 在那呢 唐靖芝 我们夫妇跟你事不良力 还有我 他居然会飞檐走壁 身手这么厉害 真看不出来呀 就凭王捕头那点功夫 跟他玩 那还不跟小孩过家家似的 大风 从明天开始 要加强对王捕头他们的训练 要加强对王捕头他们的训练 小姐 就咱们这点三脚帽的功夫 根本就打不过他 哎呀 百炼成钢嘛 只要功夫下得深 锄头也能磨成针 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 是 哎呀 你把话说得这么透干什么 哎呀 大妹子 你别动干活 大风她没有恶意 她的话 有点道理 现在咱们基本可以断定 她是贼 对付贼 就得用官方的力量 我建议 用陆营军 守成兵就可以 马瓜 呃 卑识在 让刘师爷找画师 画出唐靖之的慧影图形 在全城的各主要道路 都贴上 卑识认为 还不到时候啊 怎么讲 名不正言不顺的 他没偷没抢 卸下我这手臂 纯属个人恩怨呢 好一个个人恩怨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你还维护着他 用个人恩怨替他开脱 哎呀 马瓜 再不听冯大爷的 你就是笨蛋了 佼佼 你们不是有约法三章吗 怎么规定的 说出来听听 第一条 直接说第三条 第三条 在决定任何事之前 要跟佼佼商量 在家 要听老婆的 妹子 她要是不听你的话 就跟我讲 嗯 我呀 再打她的屁股 好 别怕 哥不会的 乖乖的听话 就没事了 真是阴沟里翻船 这么多人 让唐靖之给跑了 看来这个捕头是没法干了 哎 头儿 我看咱们不如请那个姓唐的来当咱们的师傅 让他把身上的绝活交给咱们 啊 对啊 知己知彼 下回再拿他 让他插翅也难飞 一个瞎起哄 一个出馊主意 两条蠢驴 怎么样 有没有好点 活动一下 没问题 胳膊现在听使唤 你干什么 你不像 你不怕痒 你不怕老婆 怕不怕痒 跟怕不怕老婆 有什么关系啊 那人家说的 人家说了 男人怕痒 才会怕老婆疼老婆 我不怕痒 就已经怕你怕成这个样子了 再怕痒 我日子还过不过呀 嗯 言之有理也 你怎么在我前面啊 你怎么在我前面啊 我根本就没动 你一跑我就在穿衣服 你讨厌 好 好 好 事实证明老婆怕痒 吃定老公 老公不怕痒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老婆 嗯 好像有点道理啊 本来就有道理嘛 干嘛还要好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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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花日大白天的 门也不关 乌男寡女嘻嘻哈哈的 满院子都听到了 成何体统 不怕出光外泄呀 大缝 吃饭啦 吃菜吧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哼 吃什么也消不了气 谁招你了发这么大脾气 你没把女儿交好我就有气 她在房里待着干什么 饭都不来吃 没规矩 哼 神经病 小月 哎呀 你别那么大嗓门 把孩子吓着 她根本就不在房里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跑哪儿去了 哎呀 这小月到底去哪儿了 还用问 一定是去找那个姓唐的 不可能的 她姓唐的不是早跑了吗 怎么不可能啊 姓唐的躲在十八层地狱 在嘎篮里头 小月都能找到她 你想不想起 你这么说 倒提醒了我了 什么意思 我这里想方设法 要捉那个姓唐的 她倒好 在哪里跟人家勾勾搭搭 不对 这个小月 她肯定不会去找唐靖之 我了解她的脾气 她肯定能做到 但是呢 但是什么 你笨哪 你可以让小月 她帮你找到唐靖之啊 小姐 咱们要流浪几天呢 白天出来散散心 晚上回家睡觉 省得碰到我爹和我娘 我并没有和我的床 那别扭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以为 我们晚上要住破庙 万一发生 寥斩里发生的事 好恐怖啊 好了 又想看又害怕 小姐 你今天讲话好冲啊 跟飞刀一样 不爱听就把耳朵捂起来 下辈子 我也要投胎当小姐 不高兴哪 就骂骂丫头 出出气 对不起啊 好了 不原谅你了 因为 讨定之出事了 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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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好 谢谢啊 这唐静芝怎么又挨抓了 怎么办呢 唐静芝 买人家妇女 太过分了 这样诬蔑唐静芝 我不能让他们伤害唐静芝 我们走 对小姐 我明天要想办法找到唐叔叔 我警告你 再让我听到你叫他唐叔叔 我就跟你翻脸 我保证从此以后啊 再也不叫他唐叔叔了 不会又改变主意吧 怎么 你怀疑我的决心 不不不 没有没有 我是怕我耳朵又听错了 就这么定了 赶紧去办吧 妹子 她 我就交给你了 大哥你放心吧 我让马卦马上去办 好 赶紧去办哪 衣服 换衣服 快快快 快走 快走快快 别跑 别跑 快走 一百一十七 天哪 天哪 这种速度 我以为你们一张一张在画 老爷 我们已经贴出去一百多张了 什么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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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停了 别硬了 停 停了 别硬了 也别贴了 知府大人通知我们呢 缉拿唐靖之的告示 已经全部取消了 嗯 大老爷 怎么会这样呢 你问的问题 也正是我想问的问题啊 哦 王牧头 赶快带人上机 把告示都撕了 呃 大老爷 这不太合适吧 你别耽搁了吧 谁贴上去的 谁就去把它撕下来 收门收入的 谁也不会遗漏 啊 折 折 王牧头 在 快 折 集合 你们都记得自己在哪贴的 现在就去那把它接下来 折 走 快快快 逃命的赶快跟上 去吧 真可惜啊 你看 这板刻得还真像啊 老爷 这板 留下来吧 万一下子再用 就不用再刻了 看样子 糖 净 枝 要倒一阵子的霉了 那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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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那姓唐的吗 对 小青啊 出来看一下 人犯唐靖之 扭伤县令手臂勾引良家妇女 表妹 给我 你这是干嘛 我的事不用你管 这是县衙张贴的布告 你怎么乱图乱画 这样做是违法的 表妹 表妹 死了他 是 这事怪了啊 前脚刚贴上后脚就撕 怎么回事啊 王不头 干嘛要撕了 你问的问题啊 也是我想问的 不找唐靖之了 这个问题啊 我是回答不了你的 两位 走 谢老弟 一定出事了 看来这个唐靖之 真不是一般的人 别管了 这是你们退股的银票 兄弟 不用说什么了 血弟 实在太感谢了 你们干嘛这么客气 这本来就是你们的本钱 现在只是退给你们而已 不要你们的钱 好 担不言谢 小青啊 今天晚上陪兄弟多喝几杯 你呢 再给兄弟跳段舞 算是报答兄弟了 我 我跳得不好 嫂子会跳舞吗 啊 汉代诗人李延年的 北方有佳人 你嫂子跳得可好了 少俊 你就别让我现丑了 怎么会呢 能够一堵嫂子的舞姿 是我很荣幸的事情 这样吧 就拿这首舞曲 当作告别的刘念品 小青啊 你就别推死了 但允许一定不要见笑 怎么会呢 少俊 你跟薛弟先聊着 我去收拾东西 好 你去吧 夏老弟 薛老弟 薛老弟 来 来 死下来 走 我说老板这怎么回事啊 是 不知道 唐爷 你看你都看到了吧 可能他们知道抓不住我 贴了也白贴 所以干脆扯了 免得丢人现眼 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要怎么说呢 我说不敢说 党贵的 把我原来住的房间给我 等我哪天想告诉你 再跟你说 唐爷 你里面请 这 这怎么回事 谁画的 老爷 风 小月 小月 我不管 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 要不然 我不走了 小月 你黄叔叔回来了 你问他吧 你黄叔叔回来了 小月 黄叔叔 你回答我 这什么呀 唐浸汁 这倒挺像小唐的本来面目 像个酸鸣先生 这谁这么损啊 把小唐画成这样了 没错 没错 正是我 还有我 我们俩的杰作 黄叔叔 唐浸汁 这次我真的非常的糊涂 你耍诈 真像是你不想告诉我 小月 小月 你就算不相信你黄叔叔 你也得相信我呀 他呀 真的不知道 你想弄明白 小月 小月 我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 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你回去问你爹 知府大人 他说抓唐浸汁的理由 颠三倒四 我都弄不懂 你一定能弄明白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的女儿 你们妇女之间 一定有共通的语言 那好 那我回去请问我爹 问个明白 走 瞧瞧 弄成这个爷爷样 你说这下次还能用了吗 说什么呢 这都是本姑娘的杰作 小姐 原来是小姐 我还以为 是哪家的野孩子 跟我们闹恶作剧呢 故意和我们作对 是我故意跟你们过不去 怎么样 小姐 我们能怎么样 我们敢怎么样啊 我们不怎么样 谁说不怎么样 这轻描淡写几笔 增加了唐浸汁的 灵袖飘逸 风流洒脱 少来这套 听了叫人恶心 小姐 小姐 月儿 小月 小月 来来来 喝茶 这 来 尝尝 爹泡的茶滋味如何 再配点点心 泡老了 味道不正 你听这口气 像是深山雅氏 我的女儿嘛 跟我一样 姿质好 现在该欣赏一下我的作品 关于这幅图 我已经问过黄叔叔了 他说 要我来问你 是这样的 事情很简单 一说你就明白了 是这个 这个 行了 行了 你这个舌头啊 比角质头还不灵活 还是我来说吧 小月 小月是这样的 本来呢 我们是反对你跟唐靖之好的 他的岁数比你大那么多 而且他是做什么的 又来路不明 我们担心你的安全 还有今天上午呢 他又把你黄马瓜叔叔的手臂卸下来 所以你爹呢 就下令捉拿他 于是呢 就有了这张图 爹 为什么贴上去又收回来了 我们觉得呢 你长大了 交朋友也应该是正常的 再说了 姓唐的他又没坐监犯科 这到处都贴着 这捉拿唐靖之 我觉得人家会笑话的 所以就把它拿回来了 好 我明白了 有件事你可能还不太明白 我们同意你跟姓唐的来往 你留下 掌柜子 三位客官 要住店吗 找我们东家 你们东家还是住原来的房间 楼上请 东家 你就别上去了 东家 你吩咐我们的事 我们都做好了 好 只是早上出了点小意外 差点坏了整个大事 我们都听说了 东家露了几手 把看热闹的人都给震住了 是啊 县衙们还贴了缉拿告示 打张旗鼓的要抓你呢 真露脸 敲锣打鼓的闹了半天 又突然眼齐西鼓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管它什么药 对你无妨 倒是知府千金 在你画像上又添眼镜又画挂屁帽的 把所有的人都给弄懵了 这事没什么可笑的 冯晓月 怎么说我跟她的事情 都还是一个难题 好了 画得真好 我爹娘态度突然转变 你怎么想的 这表示他们能接受了 好事啊 可是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好像有问题 可是又不知道哪有问题 年纪再大一点就好了 怎么说 吃亏上当的经验血迹斑斑 一眼就看穿了 还血迹斑斑呢 好恐怖啊 这件事一定得好好想想 有诈 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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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靖芝来了 唐靖芝出现了 唐靖芝 你太嚣张了 擅闯关窄 我想请秦菜根通报一声 可他见了我扔下扫帚就跑了 秦菜根 扫你的地去吧 这是 小唐 你这是哪儿学来的规矩啊 不请自作了你 就是 我估摸着也不会有人请我坐 站着尴尬 不如自己先坐下来 花瓜 嫂子 你们都坐呀 今天要急拿你 不是我的意思 突然撤销了 也不是我下的令 你那么盯点大的官 有多大的能耐 我清楚得很 那你干什么来了 存心窝囊我们家马瓜是不是 我要存这个心眼 在北京就能把他活活给窝囊死 干嘛等到今天他有一点小气候了 我再开他玩笑 我有病啊 唐靖芝 我本来是很有心跟你结交 我今天 能有这个小小的局面 也多亏你的帮助 于情于理 你是有恩于我 我岂能不知恩 知恩图报不必了 只要你不存些害我 就阿弥陀佛了 不是 你把我们马瓜当什么人了 正常人啊 你 小唐 我可以告诉你 卖有求荣的事情 我黄某人 断然是不会做的 提醒你一下总是好的 免得被你出卖了 还糊里糊涂的跟你称兄道弟 但是 割袍断义的事情 我黄马瓜 是做 也绝对不会眨眼睛 绝对不会犹豫的 一分痴情 一分痴情 一分半心 点一点分量不停 风雨人生 苦苦半心 相依相细 难平 日月光照 四夜风起 盼得是太太平平 上有天道 下有人情 坐起来直到 尽心 尽心 也曾经千里 愿意 先前 只因为心中有爱 不毁灭 也曾经几番起落胆 小剑 只要我一生进退 心里 心里 天不变 早也不变 寒来书晚 碎碎念念 谁都不怀 回忍去忍患 一生战所远 又后期 又后期 又回忍 又回忍 我们下方回忍 回忍 那